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最新限定的超级战预告出来了 老实说 这个篇章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竟然会在这个时间点给他拿出来 因为按照我原本的预期 官方可能会把它做在 双卡池之类的活动 然后配对来出 一超 一级 或者两超 这样子 也就是悟空 北极道 或者就是悟空跟大王 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都知道啦 老实说 第一眼 那单单悟空的服装 我们就知道复活的F这个篇章了嘛 那么就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吧 类似这个样子啦 让我们就互相的拿出权力来交手之类的 完全是没想到的角色 尤其是形态啦 因为目前超蓝的悟空限定 不说戒王拳啦 因为早期有一个 例子大会的戒王拳悟空嘛 还有第6宇宙 vs第7宇宙的那个20倍戒王拳 超蓝悟空嘛 这两张不算的话 应该是 真真真真真 第一张的超蓝悟空了 可是这一张悟空到底会怎么出 其实是不确定 不过这边的话是写着啦 Super Saiyajin Goto Super Saiyajin Dojo 超越超级 超级赛亚人 神 超级赛亚人 神赤岩的power 那么这一次按照他这边这样描述来看 我个人猜测啦 对掌技方面 应该是 神赤岩 加修炼进化 然后 就170%嘛 然后那个extra的 类别可能是超越超级赛亚人的力量啦 我还蛮期待是这样子出的 因为这样子出的话我们的 素鼠剧场版的狗鸡大啦 就可以获得200%的对掌技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 素鼠的那一张变身狗鸡大 到现在 都还没机会吃到200%的对掌技 如果这一张真的是按照我所意想的那一个类别的话啦 那么 那张狗鸡大就可以吃得到啦 然后这一张悟空其实我也蛮好奇啦 官方会直接把他就是可能 黑发状态是作为 SSL卡面 然后都看觉醒直接超蓝 还是超蓝 然后 主动剂变身 蓝神 黑发然后主动剂变身蓝神 老实说都可能 或者就是 蓝神悟空交替蓝神北极大 也是可以 要不然就是 蓝神悟空 Wish 叮叮复活 老实说这张卡 可以出的东西 真的真的是太多 不过我个人的偏向来说的话啦 我希望 我希望是黑发 主动剂 然后变蓝发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张 素数的 蓝神悟空啦 就可以跟这张做到100%的连接啦 因为我相信到时候他的连接一定会有超神基战啦 然后F什么东西的那个连接的 那个连接真的是太过亚伯了 我实在是 不太希望 不太希望啦 这张卡的连接会会卡到 所以就是 黑发状态 然后变成 蓝神 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比较好做连接啦 可以跟他连接的不止 刚才说到 极限在的素数蓝神悟空之外 还有就是提鼠的蓝神悟空 也是可以跟他做到相当不错的连接啦 那么这边的话 如果是按照我一起 黑发转蓝神的话啦 我有稍微设想了一下啦 如果是有登场动画的话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啦 这边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有稍微给他剪出来 这一幕 初始登场的时候 最初 只要这个样子就行了 就是说 一开始 不需要进入到蓝神状态 我们只要黑发状态来打 就非常的 轻松了 然后打着打着 可能就看情况 打个三回合 或者开了三发必杀之类的 就可以开主动剂之类的啦 他的条件尽可能的是简单啦 不要太过复杂 不过因为是五页份 尤其是这个页尾啦 六页 我们可以算它是六页的限定卡啦 因为下一个页 就是气息活动 老实说这边就相当麻烦 不过这一幕来说我个人还蛮喜欢 然后在黑发状态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是还蛮不错 可以作为气弹系 必杀无效 然后反击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当然作为必杀技登场也是不错啦 直接规范气功 然后射爆 不过这边我全部都是以 剧场版 剧场版复活的F剧场版为主 而不是TVAnimation 老实说这边来说我不确定官方是拿 剧场版的还是TVAnimation的 不过我所有的焦点都是在剧场版上面啦 老实说这两幕 老实说在前面就有这个 气弹系必杀无效大家登场动画 是相当豪华啦 如果官方真的是 要在这个时间点骗大家的龙石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会给好给满啦 而且七周年之后 给到这么个豪华点 应该还行吧 其实是有一点过多啦 然后 主动剧变身蓝神其实就 剧场版非常经典的这一幕啦 大家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哇这个我真的是超喜欢的 他的这个 哇特效 然后还有那个周神的七眼 做的 帅 真的说帅 帅到炸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这个素数蓝神悟空的那个卡面 然后变完过后就讲 这个简单的来说这就是 超越超级赛亚人神 超越超级赛亚人神的 超级赛亚人 呀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说到他的队长 会有超级赛亚人的力量这一条类别 就是因为这一句台词啦 非常非常的帅气 有没有大家 然后这一幕我这一幕我觉得 这一次啊 不管他是作为登场动画 还是作为主动机变身动画都好 一定是要有的啦 如果官方没有把他给按进去的话 我就觉得 亚伯官方你在做什么的 到底是要不要人家花龙丝的 这么帅气的 一幕竟然没有放在去 然后做到男神阶段的话 我个人就有一幕啦 必杀动画什么的话我就没有特别去考虑啦 可是这一幕啦 也是这部剧场版里面 除了这一个 变身超然的画面之外 我第二个非常非常想要的 然后这个画面 可以作为格斗技必杀无效 然后作为反击登场 来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就是说就是被敲过来 然后 寸拳 砰 卡克耶 有没有大家 老实说这这几幕啦 都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在复活的F这一部剧场版上面 然后最尾最尾最尾 悟空不是因为时间回溯之后 悟空对着Freezer发了一个 炎面龟派气功之类的 那一个的话 不管是作为必杀 还是作为 主动机来发 都是OK啦 然后在 这部剧场版或者这部 复活的F的这个整个环境下 他们的格斗啊 画的场面其实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蓝神阶段还蛮多段就是 瞬间移动去到对 那个Freezer身后然后 打给他打击这种方面 我希望啦我个人还蛮希望可以 在战斗画面内有呈现到啦 就到时候看看官方 会出什么手段来吸引我们的龙丝吧 不过这个卡机 怎么说 始终就是过渡卡机啦 我是不太推荐大家筹太多啦 但是 还是要等到能力正式放出来过后才来讲 要不然等下 强到炸裂的时候 也没有理由不去筹他啦 是不是 所以就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相当 相当让人兴奋啦 然后这边的话 在这一个复活的APP上面啦 我来想他的副卡到底会出什么 其实我不太希望把Freezer 或者就是把蓝神达作为副卡来推出啦 我在想啦 官方会不会为了 这部Superhero的剧场版做店铺啦 所以这一边的话 官方把他的副卡作为物贩 让他登场这样子 超赛物贩这样之类的 或者就是黑发物贩 运动服啦 因为运动服贩到现在只有SL卡啦 也没有SSL的卡 所以也是有可能的啦 而且其实在这部剧场版里面 他也是有一小段的高光时刻啦 大家我们一起 欣赏一下呗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一段 就 就有一点 他的那个速度非常快的表现啦 就是一路 刷到完然后 敌人就全部倒下来了 当然这个要作为必杀动画的演出来登场的话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啦 可能就是 物贩一瞬间冲过去 然后给多段打击 然后收尾 可能来个龟派气功之类的 嗯 可能吧 这个副卡其实还蛮希望是出物贩的 然后就直接 一次慢慢接着去 直到剧场版联动推出 然后 诶正式的 究极物贩登场 现在的满脑子全部都是究极物贩 哈哈哈 还有他的新心态 这一次蓝神悟空帅鬼帅啦 帅鬼帅啦 就看看官方会怎么出 嗯 因为这边的话其实是属于需要 保守我们龙石了 就是 在小客或无客的人身上啦 对大客长来说 可能就可以 随意的去 花费啦 这个就没关系 好啦好啦那么 这一次也就 讲到这一边啦 废话非常多 那么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能力是什么样子 跟官方发出来 加 马 赞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YK